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呢来介绍在力学里面一个非常很重要的一个物理量 就是动量 那动量的定义呢就是 一个系统的质量乘上它当时的速度 就是它当时的动量 它是一个向量 那从这个数学公式里面呢 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事件会影响到这个系统的动量 第一个是系统本身的质量 那第二个呢是系统本身当时的速度 举个例子 像那个大卡车 大卡车我们知道它的质量是比较大的 虽然它以缓慢的速度呢在行驶 可是代表呢它的动量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知道一个动量越大的系统呢 你要让它停下来的时候 因为停下来需要靠外力 那当这个动量越大的一个系统呢 要让它改变它的动量 从很大变成零 变成一个静止状态 它需要这个外力呢 就会比较大 所以动量在整个物理的意义上的解释 就是我刚刚所描述的 它是代表它的呈现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状态要改变它的话 因为这个状态如果越大的时候 要改变它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那下面我们看它改变的因素 这个改变的因素呢就叫做充量 因为它的动量你要改变它的话 就一定需要靠外力 那当这个一个系统的动量 如果是P的时候 它瞬间呢受到一个外力的作用 所谓的瞬间呢 就是代表这个外力的作用时间呢 是短暂的 那所造成的它的这个变化量呢 我们就称为它的充量 所以所谓的充量呢 就是指这个系统的动量的变化量 我们一般习惯呢 就是用这一项量来表示充量 那这个充量如果越大的时候呢 就代表它的改变量就是越大 那我们接下去呢 来解释一下它这个 造成它改变的因素就是叫做充力 以及充量呢 还有力的作用时间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呢 是代表这个撞击的这个力量 就是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短暂的一个作用力 但是这个作用力呢 因为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量 所以我们只能取得它的平均值 怎么说它不是一个固定的量呢 因为它在这个非常短暂的时间之内呢 它这个方向也不固定 然后大小呢 也不固定 但是所造成的这个系统的动量的改变呢 是很大的 那这个作用力呢 我们就称为平均充力 它是用充量呢 跟这个力的作用的时间的一个比值 得到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数学式呢 它里面有几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就是说 如果充量是相同的情况之下 但是如果可以把作用力的时间呢 拉长的时候 可以减缓它的充力 最明显的例子呢 当我们在这个开车的时候 为什么要把安全带 因为一个一个撞击时间所造成的充量呢 其实是相同的 当时把安全带呢 那个会把造成这个充量的时间呢 把它拉长 至少我是觉得至少拉长一万倍以上 那如果把这个造成充量 同样的充量的作用时间 如果拉长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撞击的力量呢 减缓到一万倍以下 就是一万分之一 那第二个例子呢 就是像那个弹簧垫 比如说一个撑杆跳的一个动作 我们知道撑杆跳呢 它是利用一个有弹性的一个柱子 然后这样子跳起来 那我们知道它着地的 就是有没有弹簧垫呢 其实它最后的动量都是零 但是有了弹簧垫以后呢 它可以把动量达到零的时间呢 至少把它拉长了一万倍 所以就可以把那个撞击到 直接伤害到那个运动员的那个充力呢 把它减缓很多很多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我们这个要利用弹簧垫 或者是利用这个安全带 或者是那个在参加跆拳比赛的时候 我们要戴户套的原因呢 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减缓这个充力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个例子 假设呢 现在有一个球 就是A球 就是前面的这个球 它目前呢 是呈现一个静止状态 那现在呢 用这个B球呢 去撞它 后面的球去撞它 好 那撞了以后呢 结果它以高速 很高的速度呢 飞出去 可是撞击的时间很短 那现在我们利用刚刚的数学公式呢 来计算 你看它受到的频率充力有多大 我们来计算一下 它的充量呢 就是动量的变化量 就是用它的质量呢 是100公斤 乘上它的末速度 我们知道它的末速度是100 可是呢 它的初速度是0 它的初速度是0 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充量有多大呢 它的充量高达1万 1万 所以它 但是它的撞击时间很短了 就要0.01秒 所以它的平均充力呢 就用1万除上0.01 10的四次方 那再除上10的负二次方 你就可想而知 在这么短暂的撞击的时间之内呢 它的平均充力呢 可以高达100万牛顿 你就可想而知 这个撞击呢 所产生的效应呢 是非常可观的 好 那这个有关动量 充量 以及充力作用的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